你知道,当老疯子出现在太旋门,众人适合反应吗? 叶凡竟然倒地不起,在下集预告中,老疯子发现了玉门,原来叶凡苦苦寻找的玉门,竟然就在太旋门。 当老疯子强行破开面前的大山,踏步而入的时刻,叶凡紧紧跟了上去。 他想要看看,老疯子究竟要做什么? 老疯子进入山中,里面突然响起声音,什么人敢闯我太旋重地? 听到声音的叶凡,已经不敢再次前进了。 几个人影突然出现在老疯子面前,试图阻挡其进入,一道道绚丽夺目的光芒亮起,直冲老疯子而来。 这些攻击和强大的灵宝,闪烁着恐怖的能量波动,老疯子只是大手一挥,就将所有的宝物化为积粉。 见到这一幕,太旋门守护此地的几人,全都露出骇然之色。 老疯子随后轻喝一声,这些人全部被震晕了过去。 叶凡从这些人面向来看,都是白发白须的老者,他们可能是太旋门的长老,就这样轻松被老疯子打晕。 此时的叶凡终于意识到,面前的老疯子实力有多么的恐怖。 在前进的途中,叶凡看到在巨大的山谷中出现了一个祭台,上面刻有道纹,如果能够提供足够的圆,那么激活道纹就可以横渡虚空。 叶凡的运气还是不错的,老疯子登上祭台,他自己动手,在上面刻上复杂绵密的纹路。 随后一阵光滑闪动,虚空扭曲,玉门开启,却不知通向何处。 原来老疯子也是想要横渡虚空,只是不知道他想要去往何处,叶凡心中诧异,他的心愿就是横渡虚空,但是如今玉门打开,叶凡却不知,老疯子想要借助玉门去往何处。 正在犹豫之际,叶凡看到老疯子跳入玉门,随即叶凡也跟了过去。 刚刚进入,老疯子身体就出现了一变,他突然大叫,随后额头的仙子绽放出光滑,将其身体包裹,虚空却在刹那间出现了军裂。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,叶凡心惊,脸色下的惨白,如果横渡虚空失败,那么会有粉身碎骨的危险。 叶凡为了抵挡崩塌对身体的影响,他开始运转到惊,同时用万物武器包裹身体,虚空破碎的那一刻,毁灭性的力量,直接将老疯子和叶凡震晕了出去。 他们依旧在太玄门的一处山巒上,此时的叶凡似乎已经被强大能量震得晕了过去,七子月发现他时,竟然心疼地开始有眼泪。 玉门崩裂产生的爆炸,直接震动了太玄门诸位长老,究竟是谁在开启玉门? 太玄门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,108座主峰的强者,纷纷冲向玉门锁在地。 老疯子被发现时,李若鱼以神识探查其身体,却感觉自己的身体,仿佛有种被撕裂的感觉,得知老疯子竟然是6000年前的绝世高手。 李若鱼心中也不免产生一种惊骇,这样的人出现在太玄门,不知究竟是服侍货。 当太玄门长教和门中民宿见到老疯子的时候,他们将老疯子当成圣物供奉了起来,还专门派人守护老疯子,看到老疯子身上能量流转,双目紧闭,太玄门民宿想要探查,却被震得口吐鲜血。 很快,老疯子出现在太玄门捉风的事情就在东荒传开,鸡家和摇光圣地的大人物,乘坐着黄金古战车前来,太玄门长教和诸多民宿亲自相迎。 老疯子在珠峰残破的电雨中一动不动,身上被银白色的剪覆盖,摇光圣地和鸡家的大人物,在见到老疯子的时候,脸色就变了,他们直接席地而坐,闭目沉思,感受着老疯子身上传来的脉动,他们希望从这位六千年前绝世高手身上,领悟出无上妙法,或许妙法可以帮助他们将来成仙。